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早期做up或者是现在中期做up或者到以后后期一个长远的计划 我个人呢是先从早期开始说 做up之前呢指定是要有一个目标 为什么要做视频 做模玩视频之前呢 其实我是一个玩了八年的BW粉丝 玩了八年的超能勇士 后来呢因为超能勇士几乎收拳了 而且呢收了两套 就没有去继续做BW 而是开始玩电影 玩电影之后呢就经历了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啊 也不想跟各位提了 因为圈子非常乱 有些事情呢就凭你的一张嘴 你是没有办法去给人解释明白的 而且呢很多人会用其他的东西呢去褒贬你 所以呢记住我的这个话 别人说什么东西不用去管他 不要去管他 我最开始的初衷做up呢 是因为当时我觉得玩的非常心累啊 而且呢大家已经不是像当初玩变金刚的时候很和谐 就是有什么东西大家一起去交流 而是互相踩互相去贬低 他不行或者他只玩KO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呢我就是想 好了既然我不玩了 那我就想把我自己手上的所有收藏 给他做成视频 以后呢我如果有一个孩子 或者我有儿子 当然这后续的玩具呢都是他的 那他可能随便找了一个玩具来问我说 爸爸这个怎么怎么变 我可以非常骄傲说你去搜玩模绘 这个是爸爸之前做的视频你可以去看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想法 所以呢我就一直开始做 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呢难免有些兴奋和失落 首先呢兴奋点是什么呢 当你的B站或者优酷或者其他平台的粉丝 从一一点一点涨起来的时候 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但是呢兴奋点呢远不如失落点来得多 因为早期做up你根本没有一些经历 或者没有一些非常好的方式方法 本我本以为说做up呢就是把手机或者相机架在那 然后咔咔咔直变就好 但是我发现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非常非常难 失落点呢有非常非常多 第一呢你做了很多 你做了很多视频 就像我早期的时候刚做视频的时候 我这一年可能产量都能产到快200期 但是这200期真正收视率特别高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 就是收视率指定是不好 收视率不好总结出来的这个视频原因呢 其实也是与大家这些做up主的共勉一下啊 第一视频质量不高 这个视频质量不高 表现在画质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可能画面玩具的对焦也对的不是特别清楚 可能你本来是想录一个头 结果呢这个头没露上啊 然后呢大家看的也特别别扭 所以呢是视频质量不高 再加上呃语言组织能力不好 我是一个美术老师 但是呢我不是特别善于跟大家在呃交流上 就是特别会措辞的 所以大家可能经常喷我的点 就是说啊我可能经常说的话 可能是啊非常推荐啊 这个东西不错 哎这个东西很漂亮非常好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玩具可能在我这儿 我用什么词语来去夸人 所以我嘴是比较笨的 就比方说我对一个人的评价 可能对这个姑娘的评价 我可能也是非常漂亮非常好 没有说哎呀像别人那种 很多措辞 就是我的语言组织能力本来就是特别差啊 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再就是视频的一个光源 很多人追求的光源点呢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很喜欢看胡福大哥的视频 因为他的光源很自然 我喜欢看刘哥的视频 因为他的清晰度很高 凯文的这种剪辑能力也非常强 但是到我自己这儿 我就是觉得嗯其实差的意思差的不少 所以呢光源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是要考虑的一个点 再者呢就是比较有争议点的问题 就是评测键 评测键这个东西呢 我承认我在做视频里啊 拿到了比较多的评测键 但是呢早期可能因为碍于面子的问题 可能对于评测键的褒贬 确实存在了一些非主观性的因素 也就是客观因素 这种客观因素呢是什么 是因为人家用老话来说的话 就是人家给你的东西 即使这东西再好 你也不能说人家破 所以呢针对于早期的玩具呢 我可能也是要跟各位视频前看我视频的好朋友呢 道一个歉 可能早期碍于一些面子的问题呢 确实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玩具上的事情呢 我可能没有讲解的非常到位 这一点呢也是早期做up主呢 是想去讨好厂家 所以呢 可能对于厂家呢 会有一些保护 就是去护着厂家 但是呢 后期你会认识到厂家和粉丝本身就是两个非常明显的矛盾点 如果说厂家给你的东西 你一味的说好的话 你得过来的效果就是你会拿到更新的评测键 但是呢 对于粉丝呢 他只会说你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广告性质 或者呢 你这个视频看一看变形就得了 不要听这个人讲什么 这一点呢 我在早期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认同啊 就包括呢 我到后期一些玩具呢 我现在已经是 就是我自己花钱去买 我买的这个东西好与坏 是你厂家管不了我的 我想说什么东西 我也说什么东西 但是呢 我的资金有限 我也不会是说所有的新品就会买 像涛哥这种玩HT的大佬啊 这一个东西两三千 我经济实力不允许 我不可能去花两三千去买这个东西 所以呢 有些时候 怎么说 如果说现在的厂家邮寄的评测键 我更愿意去把问题呢 跟大家去如实的反馈 让大家了解这个模具 或者这个玩具 它究竟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问题 其实优点呢 我们也是适当的去看 让大家去更直观 更主观性的去了解这个玩具 究竟好与坏 最后的一个 早期出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收益问题 在这儿呢 我想强调的是 做视频不是你做视频就赚钱 这点我想说的是这个样子 包括优酷 还有B站 还有其他平台 它都会有相应的收益收成 但这个收成呢 是从你的流量 也是说你点击率越高 可能你的收成量比较大 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app呢 我每个月的收成 可以公开跟各位说的是 我每个月收成在100块钱左右 说实在这100块钱都不够 我天天录视频 电脑的剪辑 还有这个打灯的电费 还有一个网费吧 就算是相折扣的网费 如果你想啊 我每个月高产出来的视频 我买玩具的钱 或者我买新品的钱 远远是大于这些的 所以呢 各位好朋友也好 还是各位看我视频的观众也好 我想说的是 其实你做的这个东西 就是你做的这个东西 和你的收益不一定是对整的 当然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情况啊 当然有些大up 这里面就有一些可能会得罪人 或者讲一些圈子里黑幕的 大up呢 是靠做一些广告代言 或者是公众平台做一些广告 或者收一些评测键 还有一些灰色收入吧 可以做钱 但是小up呢 可能多数时候呢 是靠平台的这种收益啊 或者流量变现啊 去赚钱 但是说实在的 赚的远远不如自己付出的多 这是实话啊 最后呢 其实 早期呢 我还是建议各位 如果做up 想做up主的好朋友啊 在内容方面 一定酌情一下 因为我说了这么多 倒不如你内容做的好 如果你内容做的非常硬核的话 这一期正能量满满的话 或者你这一期东西做的很实在的话 你的点击率和你的收益 我觉得绝对是成正比的 不要贪图 量多 就像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反例的一个up啊 因为我做的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其实我粉丝基数没有那么大 就像很多人在视频评论里啊 说到说 我现在手上的一千 一万两千个粉丝 应该是刷出来的 因为我的每期的点击率啊 并不是很高 其实 我就属于那种走量的up主 就是更新的速度会很快 但是呢 其实视频的质量呢 不算是特别高 这是我想说 对于早期时候 我做up的一个体验 中期的时候呢 也就是现在的体验 其实遇到了一个瓶颈 也就是说 视频该如何质量上升 粉丝如何去上涨 其实我自己呢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我知道的是 呃 我想要视频上升 我的视频其实就要做的足够真实 足够硬核 所以呢 在很早之前呢 我已经是说 尽量的不去说 收取一些评测件 这样呢 可以帮助我更加的主观性的去 了解这个玩具 可能去更加反馈真实的意见 但是呢 带来的弊端就是什么 我的更新新品永远不如别人快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可能我不感兴趣的东西呢 我可能就不会买 而且呢 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贵 所以我不去买 所以呢 更新的东西呢 往往也没有别人多 呃 所以更新的东西也比较老 最近呢 我就一直在做地质属老旁的玩具 你看做的很多特别老的东西 所以热门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 就是不管是新玩具还是老玩具啊 它都是有存在的魅力 所以 老玩具我可能还会继续做 然后新玩具呢 我还是一个观点 如果说 现在的评测件 拿到我手上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迷友拿到手的一个把玩体验 或者一个感受 用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实际感受 去反馈这个玩具究竟怎么样 而不会去庇护厂家 这个问题啊 这是我想说的 在视频上 一个很直观的点 然后收益方面呢 我真的 其实蛮希望大家 每期视频多多点赞投币 收藏分享支持的 因为这些收藏点赞分享支持呢 说实在的 确实呢也是 会给我自己带来一点点收益 这种收益呢 虽然是小 但是我觉得 总会让我觉得 我做这个视频 还是有价值的 就是 我这个视频做完之后 还是有人喜欢的 所以呢 也是经常特别不要脸的 去跟人家要素质三连 但是在生活里啊 其实 已经是对于我生活产生的影响 因为我做视频做了两年 这两年呢 其实从一开始 买了一个灯箱 这个灯箱里面做视频 到现在呢 架着几个棚灯 然后呢 家人倒是非常支持我 给我单独到处了一个屋子 这个屋子呢 专门是留着我做视频 但是呢 其实我做视频呢 蛮影响家人的生活 就比方说打一个例子 我要做视频的时候 家里人在看电视剧 为了家里人 为了让我视频录制更好呢 家里人可能会惊音 然后我再去做视频 再打一个比方例子啊 我本来加班非常晚 然后呢 想做一期视频 那么只能 妥协就是熬夜 然后把这视频做出来 而视频做出来 可能因为你熬夜 本身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 做出来视频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但是呢 你自己确实也是又费辛苦了 然后呢 又熬夜了 身体又不舒服 所以呢 也是对屏幕前的各位up说 真的是很辛苦 建议各位 还是以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状态 去做这个视频 是比较好的 生活方面来说呢 对于收益这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收益是比较小 所以我一直在说 我现在做视频 还是因为我为我自己的情怀 为爱去做这个视频 而不是说为钱 当然我希望我赚的钱越来越多 嗯 但可能性来说非常小 而且呢 现在我个人现在面临的情况是 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花了150万 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呢 房贷呢 每个月的数目啊 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 我得多努力的去赚钱 去还房贷 然后旅顺的工资呢 不是特别多 相比于一线城市 根本没法比啊 我们的工资呢 还不超过5000 然后呢 在时间限制里来说 大家也知道 现在时间就是金钱 你可以用时间呢 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我现在是因为做视频 常常是把我自己周末的时间 浪费在视频里 但是我自己还是非常愿意的 呃 只是后期的视频呢 可能 嗯 更加随意一些 可能大家最近看我视频更新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最近是没谈女朋友 呃 所以也也是单着 最近呢 就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用来做视频 我这人是做视频不愿意拖着 就是把尽量把视频做完之后呢 就给各位上传 所以我的视频上传率 哎 应该也算是蛮高的 但是可能质量方面呢 嗯 现在更多的时候 是加入我自己的一个把玩体验 或者感想 更加主观性嘛 可能要比两年前的视频来说 做的好很多 你头两天 我也跟我一个好朋友在聊天 我朋友说 嗯 一年前或者两年前视频真的是太low了 我也承认啊 在一年前或者两年前的视频 确实存在了一定的水分 而且呢 在于玩具的讲解上来说 不是特别清晰 然后思路不是特别明了 所以呢 在此 如果有伤害到各位好朋友的话 我在此还是要道一个歉的话 嗯 后续的话 我也不知道 我下一段感情 或者是我什么时候结婚 当然结婚之后呢 可能要面临的更多的事情 就是结婚之后的时间 分配 以后如果有孩子 或者更多更多问题 所以呢 视频方面呢 来讲 不一定什么时候 视频量就会减少 但是我还是希望 嗯 各位 朋友们 能多多支持我 因为我觉得 我或许有一天 会脱更 但是呢 我绝对不会放弃 我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 最后呢 畅想一下未来吧 其实 未来很迷茫 也不知道 未来究竟做的什么样子 但是呢 我觉得 我的视频 即使再怎么改动的话 也会是 一个最初的模样 还是以一个玩家为主要的 分享群体 作为玩家 想说出玩家 我自己把玩的一个体验 至于后续 嗯 现在很多up 已经开始转型 做这些 商业的广告啊 还有一些 很酷炫的剪辑啊 其实 嗯 我想说 第一 酷炫剪辑啊 我也会 但是 我的剪辑后期做的 真的是特别操弹 第二呢 就是语言组织方面 可能我觉得 我语言组织 是所有up里啊 属于最次的那个阶梯的 就是 原组织能力特别差 但是我还是希望 用我自己 最本分的一个状态啊 去跟各位去展示 我想要表达的内容 而不是那种 写好稿子 特别假行星的那种吧 嗯 这是我想说的 画面方面呢 可能短期内呢 我不会去 在画面上 有一些改动了 因为 嗯 需要改动画面 就可能是需要更换机器 而短期内呢 我可能会一心一意的 去 供房子吧 因为当时 购买房子的时候 不是 我自己一下子 把钱掏出来的 也是借了亲戚的钱 所以要把亲戚的钱 嗯 要稍微攒攒钱 去还还钱 然后呢 受众群体方面呢 我还是想说的是 呃 我这个人 其实蛮实在的 我偶尔呢 也是会跟我周边的朋友啊 出去溜达溜达 车车犊子 吹吹牛逼 毕竟是个大老爷们吧 所以呢 我的受众群体呢 其实 也就是 就是很真实的想去玩变异金刚的人 当然我可能没有存在像其他 呃 这种up呢 很聪明 会蹭些热度啊 去找些热点 我的这个热点永远都是 过时的 然后我这个新品永远都是最老的 所以呢 呃 对于 后续该怎么去做呢 我想说 其实我心里也应该有干秤 嗯 我想做的就是 做好我自己 做好一个玩家 对于变形金刚 或者对于魔玩的一个态度 而不是 去有更多 非 玩家性质的一些东西 在里面 呃 所以最后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吧 嗯 以后呢 视频我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的 点赞 投币收藏 分享支持一下 多些 多鼓励鼓励一些 嗯 这种很认真做视频 却不火的up主吧 OK 那今天视频呢 就针对 B站这个 B站这个题目 做up是一个怎么样体验的 来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那 好的坏的 可能说的也是有些 呃 得罪人的话 可能也有一些 嗯 做的不好的地方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嗯 最后呢 祝大家身体健康 呃 万事如意 试试顺利 OK 我是大圣 拜拜